大家好 欢迎来到言论 今天我看了一篇刊登在英国权威医学杂志上BMJ上的爆料文章 爆料人曾是辉瑞疫苗第三阶段临床实验中的一位区域主管 看过他的爆料内容之后 我真的是三观原地炸裂 我真的没有想到 关乎那么多人生命安全的一款疫苗 他的临床实验居然可以做得如此放荡不及爱自由 咱们大家都知道 一款疫苗在上市之前要经过重重的考验 在美国 医药商开发出疫苗之后 需要交给第三方的机构去进行人体实验 第三期临床实验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要确认疫苗的疗效还有安全性 然后我们才能决定这款疫苗它能否顺利的上市 甚至可以说第三期的临床实验 就是一款新疫苗与民众之间最后的一道防火墙 说它关乎千万百姓的安全与身体健康真的是毫不为过 所以说这一期的实验它也最为严格 一般实验会设计为大数据双盲随机的实验模式 并且有安危剂组进行疗效以及安全性的对比 这一次的新冠疫情来势汹汹 我不得不承认现阶段所有疫苗的第三阶段临床都是缩了水的 与正常研制周期的差距并不是简单的增加受试者的人数就可以弥补的 你弥补多少人都不可能弥补时间上的缺失 毕竟有些副作用你需要时间与持续性的研究你才可以发现 但时间紧迫疫情又这么汹涌 两害相权我们只能做出妥协 缩短第三期临床的周期 以确保疫苗安全性为前提 然后尽快推出疫苗 说实话我从一开始就极其反感西方药厂 借由这样的天灾强推mRNA疫苗的做法 我用齐心可诛来形容这种做法 真的是再贴切不过 全世界对性使mRNA疫苗的研究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了 这不假但从未有过一款成熟的产品是使用这种技术的 药厂之所以要在这个时候急着推出mRNA疫苗 他们需要的其实是技术屏障 这道屏障可以把所有的竞争者挡在门外 然后他们在这一项技术上取得了领先 那么在日后的市场当中 他们就可以确保自己占据更大的利润 如果现在是太平盛世没有疫情 对于这些药厂来说 如果是在平时要推出使用这种新技术的疫苗 必然会遭遇巨大的阻力 花费大量的时间与金钱去完善数据 去获得市场的认可 而且就算你该做的都做了 这种产品依旧有可能因为有其他成熟技术的存在 而不具备任何的优势 只有在这样的天灾之下 大家才会急需要一款疫苗 你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游说 你也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去找受试者 最爽的是 就算多年之后这款疫苗出现了严重的后遗症 医药公司也不用承担任何后果 因为当年就是你FDA给我开的紧急使用许可 因为是急需 所以信使RNA疫苗研发周期短的技术优势 就可以马上被体现出来 也正因为是急需 所以他们还可以从政府那里拿到大量的补贴 FDA也不敢太刁难疫苗的研发与临床实验 如果您各位觉得我说的夸张了 那么您各位可以回去翻一翻川宝还在任的时候 看看他那个时候是怎么收拾FDA的 因为有大量的普通人试打了这款疫苗 医药公司可以在日后轻易地获得大量有价值的数据 如果不出任何意外的话 信使RNA疫苗将会成为这些公司的拳头产品 和其他的药厂迅速拉开技术差距 在未来的市场当中 他们也必定会占据更大的份额 作为一家药厂 思考如何盈利 如何开发新药 无可厚非 但是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思考问题的优先级却让人感到不迟 我并不是要说有人要屠材害命 我公平一点来讲 至少这些推出了信使RNA疫苗的厂商 他并没有把民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放在最优先级的位置 否则他们是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的 在之前那种兵荒马乱的情况之下 有几家药厂跳出来说 他们要用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一种技术 去造一种之前从来没有被造出过的疫苗 而且这个技术只有他们掌握 别人是生产不了的 他们之所以要这么干 是因为速度够快 是为了拯救全人类 好吧 咱们就姑且相信辉瑞等公司 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发自内心的 他们只是为了尽快研制出疫苗 然后拯救更多的人命 那既然是这样的情况 现在时间紧任务重 那咱们是不是应该想办法把自己能控制的东西给他做到最好 我们既然没有时间 用的又是全新的技术 那至少得把现有的实验环节给他做到尽可能完美吧 但是别说完美了 如果这篇爆料文章的内容属实 那这第三期的临床实验 我只能用魔幻来形容 当辉瑞疫苗进入第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 其中一家负责疫苗实验的机构叫做VRG 这次爆料的吹哨人 就曾在2020年受雇于这家机构 他同时也是辉瑞三期实验的区域主管 这个职位在一个项目实验当中 已经算是比较高级的了 但是按他的话说 他在进入到VRG之后 马上就发现了大量的问题 糟糕的实验室管理 让他这个有着15年从业经验的老鸟 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在他爆料给BMJ的内容里面有一张照片 照片上显示 用过的针头 居然就丢在标有生物危害标志的塑料袋里 可能有许多小伙伴不太明白 这句话的点到底在哪里 我稍微解释一下 在实验室里 我们的工作台上一般有两个丢垃圾的地方 一个是塑料袋 我们一般挂在一个架子上 保持它的口是打开的 我们一般最常网里面丢的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前面经常更换的那个塑料头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的中文叫什么 知道的小伙伴们麻烦你们在留言区里面或者弹幕里说一下 谢谢大家 所以这个袋子 我们一般只装塑料的 不尖锐的 打不破的 即便打破了也刺不透袋子的实验垃圾 另外一个丢垃圾的地方 是一个黄色的小盒子或者小桶子 是那种硬质塑料做的 即便是针头这样尖锐的东西丢进去 它也不可能刺穿 所以这里面经常丢的呢 就是一些针头 还有玻璃窄片 这些易碎的尖锐的实验垃圾 听到这儿可能有小伙伴就要问了 为什么爆料人要提这么一件 在普通人看起来并不算问题的问题呢 不就是丢错了个垃圾吗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但是对于有过实验室经验的人来说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种错误是不可容忍的 因为这些垃圾都需要专门的公司派专人来回收 找这些公司来回收这些垃圾 你需要付的钱 要比你重新买这些你扔掉的东西 要贵的多的多的多 而且你这种乱丢垃圾不负责任的做法 很有可能导致别人受伤 或者更严重的情况 导致危险的微生物泄漏 而且如果这些回收垃圾的工作人员 在回收你这些垃圾的过程当中 由于你没有分类清楚而导致他们受伤 那么这间实验室赔钱会赔到死 所以丢垃圾对于一间实验室来说 是基础中的基础 你很难想象一家能犯这种低级错误的实验室 居然正在负责一款举世瞩目的 疫苗的第三期临床实验 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双盲测试 简单来说就是打针的那个人 不知道自己从药皮里抽出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挨针的那个人不知道自己挨的到底是什么 这就叫双盲 目的就是为了把人为因素 对实验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降到最低 但是爆料人出示的照片显示 这些用于实验的疫苗 它的包装根本没有完全遮住疫苗的信息 受试者很有可能会看到 并知道自己注射的它就是实验的疫苗 您各位想象一下 当你清楚的知道自己注射了一款实验阶段的疫苗之后 你的心里会不会觉得七上八下的 没准晚上你就睡不着觉了 吃饭也不觉得香了 这样的变化 这些生理上的这些反应可能都会影响最终的实验数据 而且更离谱的是 负责打针的人居然都知道自己打的到底是疫苗还是安慰剂 因为他们拿到的资料里面就明确的写着 这到底是不是疫苗 爆料人在发现了这些问题之后都及时的上报 并且联系了辉瑞公司 但上面给他的回复是 没办法量化他提出的这些问题 所以也就不好解决 这言下之意也就是说需要一些时间慢慢的解决 但是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发现VRG根本没有人去着手解决他发现的这些问题 于是在一天晚上他非常的愤怒 用手机拍下了这些问题 并把这些问题汇总之后 发给了应该履行监管责任的美国FDA 然后就在他发邮件给FDA的同一天 他就被VRG给开除了 理由是因为他不试任 这个VRG对已经接种的受试者的跟踪回访 也非常的不及时 按照流程 他们应该在受试者完成接种之后跟踪对方的情况 所有情况必须在24小时之内进行跟进汇总 但爆料者发现这些受试者的回访工作 居然通常能积压超过三天 其中他还发现有两个人出现了严重的症状反应 但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居然依旧没有人去及时了解受试者的情况 你说这叫哪门子临床实验啊 而且最夸张的是 从实验开始到爆料人进入VRG之前 高层中流传着这么一份任务清单 VRG的一个高管还专门指派了一对人马 去执行这份清单 简单来说 这份清单要求这帮人去润色实验中发现的问题 以及篡改实验数据 其中一条事项赫然写着 口头劝诫修改数据 对那些只要迟到的数据一概不予接受 这份爆料里面还提到了一段特别搞笑的内容 就在爆料人进入到VRG之后 他们开了几次会 在会议当中 集团的高管好像特别害怕FDA来突击检查 你各位想想看 什么样的企业 什么样的厂子 会害怕公检法 或者警察来突击检查 这段爆料人的描述 BMG也找了爆料人当时的一些同事去做核实 结果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描述 基本上一模一样 更好笑的是 与爆料人差不多同一时间进入到这家公司的那些同事们 在爆料人离开之后不久 都陆续的被开除或者自己主动离开 所以BMG也就刚好有了更多的机会 采访到了好几位当时这个项目的参与者 这其实也就从侧面说明 爆料者并没有信口胡说 并不是要故意去报复这家机构 最后咱们再来说一说 理应监管整个临床实验的美国FDA 在爆料人联系FDA举报VRG不规范 甚至违法情况的时候FDA的反应相当的冷淡 根本没有当成一回事 或者说故意没有当成一回事 然后爆料人就被光速的开除了 而且爆料人也通知了辉瑞公司 关于实验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但辉瑞公司同样是搪塞加糊弄 虽然VRG始终担心FDA的突击检查 但奇怪的是 FDA自始至终就从来没有来过 于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2020年12月10号辉瑞提交申请 辉瑞公司在听证会过程当中 完全没有提到临床中的任何问题 然后过了不到24个小时 辉瑞就拿到了FDA紧急使用授权 然后就这样一直到了今年8月 美国FDA公布了辉瑞临床实验的报告 一共153个临床中心 FDA只检查了其中的9处 而且在明确有爆料人爆料的情况之下 VRG负责的中心居然没有一处被查 而且更可怕的是 在辉瑞紧急使用8个月之后 FDA没有检查任何一处成年受试者 接种疫苗的测试中心 如果我们想一想新冠疫苗的副作用 最主要集中在哪个年龄段的人群 又是哪个年龄段得病之后 重症率比较低 本身就不容易得病 打疫苗的风险也最小 您各位应该也就能明白 为什么我会说这件事情它非常的可怕 在爆料人经历了他这辈子 唯一一次被开除的经历之后 VRG的问题一直都在持续 丝毫没有好转 以至于后来有好几次没有足够的人手 去采集那些已经出现了新冠症状的受试者的样本 这个情况在今年8月FDA公布的报告里面 同样明确地写出 在所有临座实验当中有477名疑似病例 但他们并没有被采样 看完这种东西我真的是脑瓜子嗡嗡的 这个感染病例你们都不管 那我说实话你们搞这个第三期临床实验 这事本身就挺多余的 我现在就两个问题 如果按照国际惯例 把这477个疑似病例也算入疫苗最后的数据当中 那么辉瑞的保护力还会不会像看起来那么的强 这第二个问题 虽然参与第三期实验的机构有很多 不止VRG一家 但就这种迫不及待推药上市 以及FDA的监管态度 真的只有477人吗 反正按照爆料人同事的话来讲 他说我不认为VRG提供的数据是好的 是干净的 那么在整个第三期临床实验当中 不干净的真的只有VRG一家吗 反正现在干不干净也都无所谓了 因为VRG与辉瑞的合作依旧非常的愉快 现在辉瑞又派了另外四单疫苗实验的买卖给VRG 我说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个 孩子与青年对新冠疫苗的反应 第二个 怀孕妇女对疫苗的反应 第三个 辉瑞作为加强针的效果到底如何 以及最后一个呼吸到荷包病毒疫苗的实验 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 到目前为止这件事情其实已经爆出来好几天了 但到我做这条视频的此时此刻 我没有看到任何一家美国的主流媒体去报道这件事情 我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美国的官方机构出来辟谣出来反驳出来解释 FDA VRG集体装死 我唯一能想到的理由就是 因为这个爆料人手里握有大量的证据 这个地是真不好洗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您各位觉得我的内容做的还错误的话呢 麻烦您各位点个赞留个言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